對此國民黨先議會黨團表示 這個戶外看板所說明的具體事實 是民進黨先議員謝志德在議會所質詢的內容 內容也經過國內媒體查證後披露 更重要的是 這個資料是官方例行統計數據 依然現在自殺死亡率的數字在全國來說 總是相當不理想 國民黨團只是把一個粉飾太平的真實現況給提出 也要喚起鄉親 正式自殺這個問題 執政者應該是要找出問題提諸對策 解決問題讓縣民安居樂業 而不是選擇逃避 只會推諉謝哲 至於某單位所提 圖片中的繩索具有暗示性的意義一事 如果相關單位認為自殺非單一現象所引起 那又何必擔心一條繩子的照片 會引起自殺的念頭 一蘭新聞記者石世銘採訪報導